政府声音真实传递焦点话题权威解读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新华电视香港台为您带来的港府传真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港府近期的政策动态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 政府应采取稳中求变适度有违的施政方针 适度介入自由市场促进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梁振英以房屋政策为例说明适度有违政策的必要性 我们认为有必要推出一些需求管理措施 压抑市场亢奋表现以确保物业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如果我们不及时冷却斥热的楼市 楼价会更加偏离经济的基调 一旦利率或者其他的外围因素有变 随之而来的调整 会带来市场上更大的冲击和社会上更大的损失 权衡利害 我们相信政府出销符合整体社会的最大利益 11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金融发展局发表首批共六份研究报告 以加强香港作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促进香港金融服务业发展 报告提出两个大的方向 一方面香港要把握内地新一轮改革和开放的契机 争取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也都要强化香港本身的核心优势 在环球经济领域中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11月19日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 出席行政会议时表示 特区政府会仔细研究香港金融发展局日前公布的六个报告 并尽快落实报告提出的主张和建议 一六个报告我已经看了内容十分充实 而且是基于业界的人士向金融发展局提出的意见 而写成的 我本人和特区政府的财金和财经的部门 会仔细研究这个报告提出的主张和建议 以及尽快落实 11月19日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 马尼拉人质事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香港特区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已分别就事件发出书面声明 马尼拉人质事件今天取得阶段性的进展 刚才特区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已经分别发出书面声明 上个月我在印尼巴黎出席APEC会议期间 向菲律宾总统提出要求双方正式会面 之后我们同意马尼拉人质事件通过商讨 尋求一个死者家福和商者都能够满意的解决方案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 特区政府近几年积极推广幼儿非院设照顾服务 而社会福利署也会视需求与财政情况 增加幼儿服务名额和相关资助 香港熟理政府经济顾问欧西雄表示 香港今年第三季度生产总值按年实质增长2.9% 较第二季度3.2%有所降低 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量预测 由8月公布的2.5%到3.5%调整至3% 国外围环境仍然是有它的不稳定性在 我刚才提到美国现在的复苏力度仍然是比较缓慢 欧洲那方面当然仍然有很多的问题 往后也都不见得它会有一个很强力的反弹 这些因素会继续困扰着香港的经济表现 在短期内也都会限制了我们的出口的表现 我们现在暂时的看法就是说在第四季度 我们应该都仍然可以有一个温和的经济增长 这个形势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秋冬属于节节性疾病高发期 香港未雨绸缪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医疗预案和措施 经过多年的发展 香港医疗服务业无论是在医疗制度 医疗技术还是专业操售等方面 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准 然而香港同样存在着看病难 轮后时间长等问题 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 一起去了解一下部分香港市民的亲身经历 一般我都会选择公立的 如果退休了 以前我也会考虑私立的 因为以前私立就是公司给钱 有医疗的福利 现在退休了没有呢 那就靠政府了 公立医院就是 人们觉得始终都是很冷漠 很冷漠 你有问题问他 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问他十句 他回答你一句 你才知道的问题 他是解释不到给你听的 不同以前我们 那时候六七十年 五六十年代那些 要等一等一早就等到 晚上才去了一天 现在他约了一个时间 比如你11点 他最多12点他可以走的 都挺好的 长期的病患者的话 是就去公立医院会比较好些 因为他医疗费很贵 如果是私立医院的话 但如果你长期病患 你不是说一早一直可以医得到的 所以就去公立医院 就对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形 如果是急的话 我去私家 如果没什么的 不是说很大问题的 可以等等我们去公立医院 H7N9禽流感 甲型流感 毒奶粉等医疗事件 让香港的医疗服务 不断面临挑战 也让香港特区政府 医院管理局 经受着不小的考验 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先生 服务医管局15年 担任主席长达9年 在他的带领下 医管局迎难而上 坚持以人为先 保障市民的安全健康 在胡定旭先生 即将卸任之际 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他 畅谈服务医管局15年的 经历感想 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主行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港府传真的访问 首先想请您谈一下关于非典 2003年香港非典发生之后 整个香港的医疗系统 被受全世界关注 那是什么让你有勇气 接任医管局的主席 在这期间 让你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1999年已经进入了医管的董事局 到了2003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非典来到香港 香港承受的打击 是很大很大 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 传染病来到香港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应付 就是大家竭尽所能 用不同的方法 去照顾病人 也好在很多谢同事 真是很无私地去继续努力 我们的董事局 也分开不同的人 去不同的医院 去鼓励 去为前线的员工打气 令我感受最深最深 就是真的有一些医生 有一些护理人员 是真的自愿去 我们所谓的那些叫dirty ward 就是传染病房服务的 包括有几位过了生的医生 根本是不关他们的事的 但是他自告奋勇 而这种无私的精神 是令我感动的 有一次我很记得 去到一间医院里面 有一个护士的妈妈 要拿些东西给他喝 拿些汤给他 他的妈妈在外面留住就行了 因为他怕一接触到 又会传染到给他家人 而很多医生 护士和护理人员 是不敢回家 就是说如果有事 我自己有事就好了 就不要传染给家人 也很开心 就是到后来 譬如你到2006年 世界很多医学界的权威的人士 写了很多东西 是极度赞扬香港 他说如果当日 如果香港不是这样去照顾病人 这样去跟非典打这场仗 今天的世界 大家可能是不一样的 而且经历了非典之后 我们对应付传染病 也是迈进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成立了一个叫MICC 就是重大事故的控制中心 就是如果有什么大件事 我们有几个委员会就立即成立 包括一个叫CCC 就是行政总裁负责 譬如南丫岛事故 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当那天 好像九点多发生的时候 我们MICC 设定了之后 几分钟 已经马里医院有一群人 已经去到香港仔的码头 是将那些伤者分流 这个南丫岛事件里面 真的充分看到 是非常之有成效的 医管局一直致力于推动 公私营医疗极度的合作 其中一项计划 就是医疗病例互联实验计划 这项计划也将在明年推出 您可否跟我们谈一下 这项计划的意义和它的作用呢 我先说EPR EPR就是医管局 将我们的资料 给外面医生 可以看到的 但是EHR就是大家都互通的 这个推出来的时候 希望在2014年度 能够立法 然后推行 这个我觉得对病人来说 很有用 也是希望能够是 增加多些公私营的交流 比如一个病人 他负担得起 他去看私家医生的时候 他同时 同一时候可以看到 在公立医院所有的病历 那变成了在诊断病人方面 或者断症方面 是非常有效率的 您曾经在上次接受 港府全能访问的时候提到 香港的公立医疗制度 汇集广大的市民 但是医疗福利一派难收 依然存在着公立医院 轮后时间长 医疗人手不足的情况 您如何评价医管局 为此做出的一个努力呢 医疗永远是一个黑洞 你多多钱都不够了 只不过你是利用 在有限度的资源的框架之下 如何尽量去利用资源 为市民提供最好的服务呢 但是其实 香港现在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就是人口老化 大家都知道人口老化是很厉害的 现在每8个有一个是65岁以上 到2033年就每4个有一个 那你多这几十万个老人家 其实呢 对这个医管局的服务量呢 需求是增加很多 但是归根究底就要一个问题 人手 如果有足够的人手 我绝对相信我们可以 将那个轮后的时候减短 各方面其实很多问题都要考虑 但是始终呢 第一 增加本地医学生已经做了 第二 将那些海外医生回来考试 又每年一次加到两次做了 有限度注册 就是我正在做但始终都不够了 那第四 我们就请很多叫做兼职医生 就是私家医生呢 可以每个礼拜来 我都帮忙做两个session 三个session 或者我们退了一个医生 我们叫做 retire and reemployed 就是退了休 我就请回他 回去做兼职医生 那做兼职医生 可能做八成时候都可以的 是无所谓的 就是我们想尽了不同的方法 如何能够减轻我们医生 护士的工作压力 即将离开医管局的岗位 您是否会有遗憾 对于医管局 或者香港整个医疗体系 未来的发展 您会有怎样的期待 这九年来其实我摆得最多时候 就是改善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譬如说现在 就是将我的工作时候减短一点 用各种的方式 包括人工啊 有那些特别的津贴啊 升职啊 就是我可以做到的 我已经做了 但是始终人手都是不够 始终市民都是要排队 退了来之后 我当然会继续 会为香港和国内的医疗的融合 做多些事情 也会继续为国内的医改 希望能够出多些意见 介绍给国内 当然你说完全抄是不行的 而医管局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都走了很多冤枉路 所以即使我和很多国内的领导都说 你不能完全将香港copy过去的 只不过是我们走错了的路 走冤枉的路 你不要再走 哪些是适合的 跟着呢 或者是调整一下 去适合国内独有的国情 能够呢 将国内的医疗呢 是能够再普及化些 能够令到国内的老百姓呢 都得到比较好些的医疗服务 这个就是我之后希望做到的事 感谢您收看本期《港府传真》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新浪微博用户请关注《港府传真》 海外观众可以透过YouTube Facebook订阅CNC TV 而推进收看 本期节目主持人服装 由香港创意洋服提供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